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頭痛已經大概有15年的歷史了 所以應該推斷回去大概是在1994年的時候開始頭痛 剛開始頭痛的時候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可是因為非常的疼痛 每次頭痛的時候都必須去急診次急診 然後去打一些痛症的事都沒辦法有效果 後來陸續到隆腫、排大、常用的腦神經那一科 才知道說在醫學上叫做重發性頭痛 它有一個俗稱叫做自殺性頭痛 我們就說痛症其實會在地上打滾的那種痛 那後來就是在腦神經那一科的時候 就也接受了核子控症的檢查 然後不斷層的掃描的檢查 然後都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醫生也嘗試去找國內外的文件記載給我 然後試過各式各樣的藥 也都沒有辦法解鎖我的疼痛 那後來只能靠類固醇來控制頭痛的這種情形 那頭痛痛起來的時候大概 剛開始頭痛的時候是大概要得吃到八顆的類固醇 然後才是病情的狀況慢慢慢慢來減量 那我也嘗試過一些傳統的療法 或者是中醫的治療 包含說圓弱 包含說經絡的按摩這些都試過 也都沒有辦法解除我疼痛的那個 那我是在今年的2月23號 經朋友的介紹來給張醫師介紹一整治療 那在2月23號之前其實我每天半夜 大概三四點都會痛醒這樣子 那才經過張醫師大概兩三個禮拜的治療之後 我現在半夜已經不會痛了 那但偶爾可能一個禮拜 還會有一兩個天會痛 可是狀況已經解除非常非常多了 所以多虧張醫師的這個 認識點療法 我覺得對我的頭痛的解除 有很大很大的幫助